不是吧 我應該要問號碼 給她一杯香檳 平常大家去到異地旅行 不知道會不會和Sung Jun Ki 或者和Ming Jun Si 如果去到打機器的時候 旁邊坐著你的男神或者女神 你又會怎樣做 假裝睡覺叫她 收下水 借一些療療去說話 例如在看題文 看什麼電影有沒有看 她幾天啊 然後就教人看 借一些睡覺 哈哈又算了 她很害羞 偷望她 男神在海遠館不可試玩 終於 所以 你怎麼不來 我好像很難看 我好像很難看 一遍 一遍 借個伯仇給她喊一下 她說 她說 她想要跟她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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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坐在我旁邊 當然聊天 她說話 你 她說話 好嗎 你也去英國 對 我自己問她 你有筆嗎 你喜歡喝什麼 你叫我電話 我有點害怕 她說 她想要跟她一樣 看你長途還是短途 因為長途的話 其實很多人都很容易可以說話 就說說 你去哪裡 為什麼你去旅行 短途 可能就 不會搭散 坐在旁邊就算了